中文童话 智慧和幸运 很久以前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午后 智慧天使小智正坐在公园里读着知识之书 突然幸运天使小县出现在他的面前 你好啊 朋友 在干什么呢 我在用更多的知识来填满我知识和智慧的海洋 听起来真无聊 对一个人来说无聊的事情 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很有趣 在这个浩瀚的时空中 生命是 好吧 我得让你赶紧停下 有一个任务 老板想让我们来处理 任务 我们走吧 我在路上再跟你解释 智慧点了点头 小心打了个响指 两人立刻消失了 哇 这个地方看起来真漂亮 是的 看起来富丽堂皇 看起来什么 你知道吗 算了 我在路上告诉你的一切你都明白了吗 是的 赛琳娜公主已经三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了 我们要让她说话 说得对 看 她来了 藏起来 我们不需要躲起来 她看不到我们 呃 我知道 这只是个玩笑 赛琳娜公主从她们身边走过 身后跟着女仆 小智被她迷住了 是的 她很漂亮 现在集中注意力 因为这只是作业的一部分 哦 还有一部分 小智慧眨眨眼打了个响指 两人又消失了 不一会儿 她们出现在一个小房子外面 一个年轻人正在浇花 她叫快乐 但不幸的是 她不快乐 是吗 我们需要通过她来让公主说话 并让她们结婚 这是任务吗 是的 嗯 但为什么 为什么老板要提出这些要求 我是说毫无意义 天命 你说命运 哦 我是说命运天使 命运的天使 哦 他做了什么呀 是这样 有一天 在她写完快乐的命运之后 她决定小睡一会儿 但她不知道 她的小仓鼠会狡猾地爬上来 吃掉那一夜 快乐的命运将永远失去 呃 但这和赛琳娜有什么关系呢 这夜的另一面写着赛琳娜的命运 哦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如此痛苦 命运不知道该做什么 正如你知道的 宇宙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只是被分配了书中的一页 所以 所以现在分配给他们的页面都没有了 老板就过来了 他想把他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给他们一个方向 从而决定他们的命运 没错 所以 计划是什么 下午 当快乐去市场卖花时 你要进入她的脑袋 然后直接进入国王的宫殿 如果卫兵试图阻止你 那么你知道需要做什么 你怎么敢阻止我进入宫殿呀 我是带着生长在汉纳西流旁的祝福之花来的 这些花会使公主再次开口说话的 在你成功地骗过看守之后 你将直接进入国王的王宫 他在那里忙于和他的大臣们交谈 您好 哦 伟大的蒙塔纳王国的陛下 我来找您是因为我有能力在这些花的帮助下 让公主开口说话 是吗 你能做到吗 哦 是的 陛下 不要欺骗我陌生人 自从她的母亲去世之后 我女儿就一直不能说话 显然是因为这次情感打击让她不能说话的 世界上所有的饮食和医生都没能使她开口 为什么你能用这个花就能做到世界上伟大的人们都做不到的事呢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 如果你失败了呢 那好气就开始了 哇 你肯定有办法的 一切都按照小兴和小智的计划进行 最后 快乐来到了宫殿 陛下 如果我失败了 您可以用任何方法来惩罚我 但是如果我成功了 我就要向公主求婚 也就是说 她要嫁给我 我会成为她的丈夫 国王想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卫兵们高兴地把她领进公主的房间 公主坐在窗前 腿上抱着狗 谢谢 先生们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请在外面等 这不会花很久 卫兵们点点头 离开了房间 塞琳娜公主看着快乐 但一句话也没说 就在这时 她的狗叫了起来 快乐立刻走到公主面前 鞠了一躬 如果你不介意 我抱抱 公主把狗交给了她 你真是太可爱了 我大老远从法拉克赶来见你 神奇的狗 公主听了 很迷惑 我的名字叫快乐 伟大的纳摩日圣人告诉过我 你可以告诉我 我的命运 请告诉我神奇的狗 我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会跟谁结婚 我将有几个孩子 请告诉我 拜托了 听到这里 塞琳娜的嘴唇颤抖着 愤怒地脱口而出 住嘴 他不会说话 他只是一只狗 但是你可以 听到这里 公主的眼睛湿润了 因为他意识到多年以后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公主开口说话了 公主讲话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国王的耳朵里 他很高兴 我的孩子说话了 我马上就要见他 当国王到达公主房间时 他发现了快乐 公主正咯咯地说笑着 哈哈哈哈 真的吗 然后呢 这激怒了国王 因为他想起他的条件 但是国王绝不会让一个像快乐这样的人成为他女儿的丈夫 他立刻想出了一个计划 然后离开了 那天晚些时 当快乐回到王宫准备与国王交谈时 他被卫兵抓住了 啊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知道你让我的女儿开口说话了 但是你不要想娶她 不可能 但是你答应过我的 国王可以言而无信吗 你竟敢这样跟国王说话 卫兵 把这个没有礼貌的平民关进监狱里 什么 不 这时在伯伯的空气中小心出现了 你想忘了吗 好了 那现在就是你来接替我的时候了 小兴眨了眨眼睛 两人立刻交换了位置 小智出来后说 祝你好运 谢谢 现在看我的 卫兵们目瞪口呆 他在跟谁说话 哇 这时 赛琳娜公主从另一边跑了过来 父亲 有一个 怎么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卫兵抓住快乐 父亲 听到这里 国王的眼里涌出泪水 我已经等了好多年 就等你再叫我父亲 过来我的宝贝女儿 给你父亲一个拥抱 赛琳娜公主立刻走向她的父亲 拥抱了她 可是父亲 为什么是快乐呢 国王向赛琳娜解释了快乐的条件 我知道我答应过她 但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 但是 父亲 我喜欢她 我不知道是否会结婚 但是我想了解她 听到这 快乐笑了 你说什么 放了她吧 父亲 否则你的臣民会说你言而无信 他们会不再尊重你 国王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但 你真的喜欢她吗 是的 塞琳娜转过来对快乐说 我喜欢你快乐 让我们互相了解一下吧 快乐点点头 塞琳娜笑了 好吧 伟兵 放了她 至于你 快乐先生 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 我非常的爱我女儿 努力工作才能给她一个好生活 明白吗 嗯 是的 陛下 因此 快乐在生活中有了目标 而塞琳娜有了生活的理由 当快乐回到家时 她很高兴 她决定打个盹 只是小心出来了 嗯 我们得给她编一个程序 让她不像你我那样记着这件事 而是把它当成自己做的 你说得对 他们用手指指了这块了 神奇的光出现在她的额头上 我们完成了 我们去告诉老板这事已经完成了吧 好的 我们走 顺便说一下 合作一块 我们证明了智慧和幸运是在一起的 小智笑了笑 打了个响池两人消失了 你好 老板 任务完成了 老人睁开眼睛说 好 好 很好 你们俩非常好 谢谢老板 我想我们应该更新一下命运了 是的 是的 你做吧 说完 老人闭上了眼睛 他们到达了命运之家 你好 朋友们 什么风把你穿来了 两人向命运解释了一切 命运惊喜地发现问题已经解决了 哦 太谢谢你们了 我很粗心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 不用再怪你自己 命运 现在一切都好了 但是 你的那只小藏鼠呢 他们应该在这里某处 哦 它在那儿 过来 小家伙 它太可爱了 不会 就这样 快乐和赛琳娜已经是命中注定了 我们不知道是否结婚了 是否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我们知道 宇宙现在已经为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